2月5号 厦门出台关于疫情支持企业共度难关的15条措施 包括加大信贷支持力度 适当减免房租 税费提供招工补贴 加快拨付研发费用等等 这些措施呢 受到了在厦门台资企业的欢迎 厦门有5000多家台资企业 他们表示 这些政策将有效缓解疫情对企业带来的不利影响 让企业度过难关 有台商表示 政策中提出适当减免房租 这将帮助企业应对资金周转的问题 政府出台的这个政策很大的帮忙我们过了难关 一个减免对我们很重要 因为我们要买很多的材料 要照顾很多的员工 这样的减免对我们可以松一口气 台商雄企经营着一家抗菌材料企业 但是员工们都还没有反攻 发现眼下抗菌洗手液较为紧缺 雄企便带着夫人和台湾友人一起 在公司的产品研发中心应急生产 这批抗菌洗手液将送到他所在的兴隆社区 捐赠给社区一线人员 厦门市政府在这个关键时刻提出这个15条 对安定人心 尤其对台商在这边投资 稳定军心 我想是非常有帮助 第15条呢 对研发型的企业的话 就是我们研发方面可以补贴的 那我们 对我们来讲 我们也是觉得非常实惠 因为我们就是研发型企业 对 感谢观看